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事後細仔進入大學後 我們還要檢討 究竟我們做對了什麼 做錯了什麼 那時才開始知道 原來這個教育制度 真是有一套東西可以 但是人們一進入一個教育制度 這是一個遊戲 首先你要知道遊戲規則是什麼 基本上九成九的家長 不知道遊戲是怎樣玩 一去到遊戲 最後是誰生存 不是最厲害的人 也不是最強的人 是最適應環境的人 但是是什麼適應環境 我想了這個問題 人家一年才知道 適應環境是什麼 你知道遊戲規則 你知道遊戲是怎樣玩 然後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要遵守遊戲規則 什麼時候要繞過遊戲規則 什麼時候要打破遊戲規則 這才叫適應環境 但有兩個遊戲規則 大家一定要遵守 連我兒子也要遵守 就要入大學 第二就是大學畢業之後 你第一份工 那個是遊戲規則 而且極之重要 第一份工 決定你一半的命運 因為拿不到高薪人工 第一個 第一份工 其實你是很難改變命運 大學生人工一路一路跌 平均人工一路一路跌 你跳不過一個阻力位 例如三萬五千元一月新 連出去住都沒有錢 那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當父母去到退休 公園有層樓 那些人退休 就要套現那份樓 讓養老 如果兒子出不到自己住 要跟父母住 到父母退休的時候 他去哪裡住呢 整個家庭是改變不到命運 路在龍那裡困在那裡 沒有辦法突破的 當然你不一定要入大學 才可以改變命運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 其實那個命運一定是很曲折 還有你的努力 是要比上大學的人多一百倍 那既然辛苦 為什麼不把辛苦 放在中小學 要放在大學畢業呢 可能錯敗 通常你問子女什麼原因 他們說的原因一定是說 別人錯自己對 這是獨藥 在這種情況 父母跟子女說 就不要說這些無謂事情 是這樣的情況 下一步要怎麼做才會成功 好你跟子女談這件事 因為這樣說 他就不會說別人錯自己對 他覺得自己對 他就不會改變 不改變的人一定失敗 是不會成功的 你要建立一個家庭文化 在我們家庭內角度那裡 我兒子從三歲開始 已經可以說洗腦 什麼叫生活 生活就是解決難題 什麼叫開心 開心就是解決難題的滿足感 這個一定要下載他的腦 到027率 你不敢做 他就大過了 碰到困難 他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人生會有這麼多困難 為什麼這些困難解決不了 要有人幫忙 他不明白 中文就是偶妙 學問 學著要問 問了才學到東西 叫做學問 他父母從來都不問他的問題 你不問孩子問題 他不會思考 所以我們家庭 我們日常生活 六成是問子女 兩成是聆聽 兩成才說話 接下來就要幾個月技巧 好像現在四至七歲的首歌 我已經開始訓練他 大家要口才 你很小 你沒有登級大學 你小過四至七歲 你就要訓練他口才 接著他要懂得解讀 別人的想法和感受 英文叫 Read the mind of other people 這個由四歲七歲 就要訓練他這件事 接著要懂得取消 好像小孩給我一支筆 叫他銷售給我 關鍵就不是他一定會不會做 這麼小就不會做 關鍵是他肯不肯去思考 去試 如果小孩不肯思考去試 其實是沒有前途的了 所以四至七歲 你已經知道 這個人將來會不會成功 最後 你試不成功 你一定想辦法接近一個成功的人 或者一個成功的人做朋友 你做不到這件事是沒有機會的 你做不到這件事是沒有機會的 你做不到這件事是沒有機會的